什么狗屁神仙 外面的妖怪不出 天天躲在新山里给自己歌功颂德 世人还拿他们当影视 也不照照镜子看看 见死你 见死你 我见你 这铜镜 这是我的 看样子 我还是盯紧一些的好 九云大人就这么喜欢抱人吗 你脸被划伤了 是 这书爷这么厉害啊 这镜子我蛮喜欢的 就当是我救你的一点好处 大人 你大人有大量 还是把这镜子还给我吧 这是我娘给我的 你娘给你的东西挺多呀 又是小兔子又是镜子 我怎么看这镜子好像是 好像是 好像是 川儿 二萌 我跟你说 我气死了 刚才 那个膳房的毛蛋说 她说夫妻成亲就要洞房 我不知道洞房是什么意思 她一直就笑话我 我真的好想打死她 打死她 别闹了 快见过九云大人 九云大人 好英俊啊 我都没有关系 我都没有关系 你不要咬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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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怎会了 你然是在你等着 对不起 膩胜 了 episód 好 诞 我 who perspective oder 好 我就算是烂脸 我也不吐你这个臭膏药 大王八 大王八把血吸乾了 大王八把血吸乾了 怎么了 小骗子 可怜巴巴的 想的就是个杂役 犯不上九云大人挂念 难得见你可怜 来 这个给你 你要是喜欢 就自己留着吧 拿走拿走 不是您说要给我的吗 我那天忘记问你了 我看这镜子的文样 锐燕麒麟 记得没错的话 是属于大骊皇室的 想不到 小骗子 竟然是皇亲国戚啊 怎么会 您看不出这是个赢品吗 九云大人的金金火眼 看不出这是个赢品 这种纹路在大骊每个女孩家里 都有个一模一样的 这很普通的 再说了 皇室贵族的那应该是 黄金玛瑙做的 那肯定比这个漂亮多了 这么说 你一定要送你个赢品 可不是吗 家里穷也就只有这点念想了 九云大人 我还有早训 我就先走了啊 再 再晚去 我就罚岳凤了 走了 妹 静子 谢谢